曾经有观众说我用压力煲煮菜,不切实际 人人都有压力煲的吗? 又有观众说,如果用压力煲煮菜,老婆一定会骂鬼的 煮这么少东西,拿这么多厨具出来 如果有压力煲,就是不切实际 如果有两个压力煲,不知道又叫什么呢? Hello,大家好,又是我Mapfety,麦花田 除了刚才说过那些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留言之外 其实很多观众的留言对我来说都很有用和很有意思 其中有人提到,电子压力煲是比不上这些路上用的压力煲 我那么喜欢用压力煲,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马上向Boss申请,买个新的路上用压力煲 试试分享给大家看吧 首先介绍一下我前面两个不同的压力煲 这个就是Instant Pod,大家经常都看到的 这个品牌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华人创立 连煲都是他自己发明的 这个煲是威水了 曾经试过在Amazon一年一度的Prime Day里 卖超过20万煲 正为市场上其中一个最受欢迎最多人用的压力煲 之后这个品牌就和我们熟悉的品牌Pyrex和康宁合併了 现在主要的生产是由中国的美的电器製造 这种外国的设计但中国内地生产的模式 就令消费者可以买到又便宜又漂亮的产品 而这个就是我为了这一集的比较 特意在美国Amazon网站买回来可以在牢头上用的压力煲 Kunricon是一个瑞士品牌 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 大约在一百年前开始制造厨具 在1949年开始制造压力煲 这个品牌的压力煲全部都是由瑞士原厂制造的 绝对有质量保证 既然有观众说牢头上用的压力煲是比电的 究竟是否真的呢?让我比较一下 从两个煲的外形大小 明显Instant Pod好像大一点 拿起来真的要用力一点 这个牢头上用的其实轻身很多 它们的容量都差不多,很接近6公升 很大的部分都是一些电子零件的位置 Instant Pod的内膽只装6 quarts 即是5.7公升左右 不够6升 但是这个牢头上用的Kunricon 你看到这个煲这么大 里面就是这么大 真的有6公升的容量 在外形大小方面 这个就大一点 又重新一点 容量更少一点 这个轻巧得来又小一点 我想在外形和重量方面 都是牢头上压力煲优性一点 1比0 现在我们就比较一下 两个煲在使用上哪个方便一点 Kunricon这个压力煲 是要在牢头上用的 所以是靠牢头上的火力 来控制煲中的压力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能走开 定时定后就要去看火了 这样才可以确保 煲在煮食过程 是根据我们想要的压力下进行煮食 所以煲的依赖性相当强 除非牢头本身是有时间制 如果不是煮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自己去关火了 Instant Pot不单是懂自己关火 还懂自己调节火力 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个时间 预设它的时间煮食 放工回到家的饭都煮好了 由于用电的关系 它是不沾牢头位的 只要有电饭煲线就可以用了 你说是否很方便呢? 所以在使用上的方便度 都是电压力煲成1比1 接着就是要比较两个煲的火力 毕竟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用压力煲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缩短煮食时间 无论是在网上做资料搜集 还是我自己实在试过 如果要由一个煲完全没有压力开始煮 煮到煲形成足够的压力 无论是炉头上的压力煲 形成压力的速度是快些 煮食需时是短些的 电压力煲都可以起到足够的压力 不过时间就要长一些 一般都要14-5分钟才起到足够的压力 我在网上做了些资料搜集 就说这种炉头上的压力煲 比起传统的煮食大概快3倍 而这种电的压力煲 就大概比传统的煮食快2倍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于是我就预备了两份相等份量的汤料 在两个压力煲里煲这个汤煲30分钟 看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这是炉头用压力煲煲出来的汤 而旁边这碗就是电压力煲煲出来的汤 看不看到颜色有什么分别 不如换个角度看看吧 从旁边看,用炉头用的压力煲 煲出来的汤明显深色些 而同样也是煲30分钟的电压力煲 煲出来的汤就浅色些 所以在这个测试内 都是这个炉头上的压力煲 2比1 现在我们就看看两个煲功能上的分别 Kunricon这个压力煲 其实你拔走了个盖子 即是没有压力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不手锅煲 只要配合一个尺寸的玻璃盖 它就可以多一个煲用 它的功能就是这么多 Instant Pod当然不用说了 大家当然是 不可以就拿内胆出来煲用 搞笑吗 除了刚才说 它会自己关火 自己调节火力 甚至可以预设一个时间 但你放工回到家 那些饭和饭都煮好了之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东西玩 我这个已经算是旧款的Instant Pod 但是这个这么旧的model 它有一个Yogurt的功能 如果在外国的话 也有一样东西很流行的 就是慢煮 有一个Slow Cook的功能 但是现在出的Instant Pod 其实已经是很新款 更加多东西玩的了 所有东西都是全部倒进去 按按键就完成了 使用上Instant Pod 真的是超级超级方便 所以这个回合就是 Instant Pod 又追回2比2了 那买厨具 当然要考虑一下它的可靠和耐用性 我用了这个Instant Pod 大概10年左右 它已经有岁月摧残的痕跡 毕竟这是一个电压力煲 跟一般的电器一样 电子零件始终有有限的寿命 用这个电压力煲 根据我过往10年里 应该有4-5次左右 它是会痴痴地痴的 突然出一些ERROR的Message 又或者是 起不了足够的压力 花田是不会弄的 就好像我们的电脑 有时晨了 那你怎样? 搓机的嘛 所以你就唯有关掉压力煲 cancel program 拔了按钮 隔一会再插 又真是很幸运 下一次再插 再开那个program 又真是没有事 所以你唯有求神拜佛 下一次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Kunricon的压力煲 其实是没有电子零件的 基本上它是没有坏的 网上我也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说它的寿命 用20-30年都没有坏的 加上这个百年品牌 在瑞士原厂製造 是有质量的保证 在可靠、耐用方面 它是会比这个instant pot 优胜一点 所以它又再到领前3比2了 我们这些精明的消费者 买东西除了要品质好之外 最重要是什么? 这个instant pot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的Amazon 都可以买到的 视乎大家身处的地方 用的电压是多少 例如你在香港住的话 最好去Amazon UK 英国的Amazon买 这个电压和插数 三脚插就会適合我们香港用 在拍摄这段短片的今天 Amazon UK刚刚特价 8.5折 大概700多元 就可以买到这个instant pot 但是运费是零计的 可能你会问我 为什么我要上美国Amazon 买这个Kunricon 路头上用的压力煲 其实这期在香港 那间大型的日资百货公司 有个感谢制 这个一模一样的压力煲 达价了差不多2400港元 在美国Amazon买 包括运费 运到来香港 都是1750元 真的便宜了一截 我已经把这两个压力煲的link 放在Description里面 所以在价钱方面 似乎距低一点 又被他追回3比3了 每次我提到压力煲 一定有观众冲出来 压力煲会爆的 我是很理解大家对压力煲有个安全上的忧虑 根据我看过网上的资料 在过去10年压力煲会爆炸的原因 除了因为压力煲的质量问题之外 如果是人为的意外 通常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强行突破 如果想安全地使用压力煲 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等压力煲的压力完全释放 才扭开盖子 如果发觉 开压力煲的时候 要用力的话 而你硬扭开它 通常压力都会一下子冲出来 非常危险 但如果有正确的放压程序 把压力全部放出来 扭开盖子应该一点力都不需要 如果你要和它割力 其实已经有危险了 但大家可以放心 现在设计的压力煲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煲里面 无论是电子压力煲 还是老头上用的压力煲 只要煲里面的压力 还未完全释放出来 其实盖子是开不了的 除非你强行突破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令到很多人觉得压力煲会爆 不如我示范一下 究竟如何正确把压力煲排压 以及有什么技巧 现在我示范一下 如何排压 快速排压又要安全 对这个牢头上用的压力煲 可以用一些比较长的筋 或银 做这个动作就会安全一点 还看到一条线 即是压力还未走完 我们就继续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怕这个动作很危险 其实你把煲移走到一个 离开了一个炉头 离开热力的地方 它自然都会排压 不过时间就会久一点 或者你沖水喉水在盖上 都可以令到它快速排压 我们要按到这一点 是完全不会弹上来的 即是现在煲里面还有少少压力 这样就代表煲里面的压力 已经排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尝试去开那个盖 Instant Pot要它快速排压 就容易一点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黑色的东东 把它推到Fenton 它就会排气 为了不要令到水蒸气飞出来 我的习惯就会用一条湿毛巾 蓋住这个位置 不然水蒸气就会噴得很重要 建议大家不要走近 不要在上面看着 否则那些蒸气就会弓到眼睛 但水蒸气的时候 这个是澹败一点 感觉没有那个那么柔和 所以最好就是有些东西盖住它 这个炉头上面的压力锅 排气的时候 那些水蒸气扩散一点 感觉上水蒸气噴出来是柔和一点的 伤害性没有那么大 你看到这个Instant Pot 当它排压的时候 那些蒸气是比较集中一点的 如果你走得太近 或者你放手在附近 受伤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所以大家就最好像我那样 用一块湿布盖住它 这样就会安全一点 看到啦 其实现在的压力锅设计 使用上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绝对可以安心使用 所以在两个锅安全方面的比拼 打和啦 其实好像很老套 比较完一轮又说两个锅打和 但其实要选择到适合大家用的压力锅 就好视乎大家平时使用上的需要 电子压力锅就适合那些想一煲就天涯的人 那么多功能 煮饭、煲汤、煮粥、蒸东西、炆东西、煎炒 甚至煮乳酪都可以 如果是一个人住 或者住的地方其实都不是很大的 电的压力锅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又或者有些人煮食其实不想看火 又或者每次煮什么都要想一餐 究竟现在用中火、大火、小火 电的压力锅按键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 如果想放工回到家就有饭开的话 电的压力锅本身有计时的功能 又可以预设时间 那就会比较适合上班一族 这种的电子压力锅已经有预设的program 按键它就会自动煮 完成之后就会自己熄火 所以很适合老人家 又或者一些好像我这样 大头虾常常不记得东西的人 那就不用常常记住 我又不记得熄火了 至于这种炉头上用的压力锅 就比较适合一些对于火力控制 已经有一定把握的人 又或者是一些争分夺妙腸 在短时间内煮一些很高水平菜式的人 例如是专业的厨师 他们追求的就不是一锅多用一些多功能的厨具 而是在某一些功能上做到最好的厨具 对他们来说这个压力锅最重要的就是可靠和耐用 甚至用二三十年都不坏就最好了 令到他们可以集中研究厨艺 就不用担心厨具出了问题 又说要换了嘛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 对压力锅多了认识 以及可以帮到那些深大深细 不知道哪样压力锅好的观众 希望大家可以做个精明的消费者 最希望就是令到本身对压力锅 不是很认识的观众 都想买个压力锅回家试一下 我是不是在放毒呢? 记得订阅我两个频道 留言、点赞和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品牌呢 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加拿丁拿 而我最希望就是 因为 你说不到 最后一句 说不到 最后一句 他敢放饭 而我最希望就是令到 本身对认 对认识不是很压力锅 对认识不是很压力锅的观众 你明白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